前总统川普频频露面 奔走于竞选活动 拜登总统则与助手在大卫营 为即将到来的总统辩论做准备 民调分析网站日前的最新民调显示 拜登扭转先前落后局面 小赢川普0.4个百分点 但目前离11月5号大选还有五个月 仍有相当一部分选民尚未做出决定 同时 最高法院就前总统川普 寻求对1月6号国会大厦事件免于起诉的裁决 也将在本周出炉 另外 今年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将在8月与芝加哥举办 当地警方已经做好准备 预计民主党全国大会期间将有5万游客到访芝加哥 50多个组织正计划举行抗议活动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赵凤华 田园综合报道